一个有趣的侦探小故事 让小老鼠带领宝贝寻找吃掉苹果的家伙吧 谁吃了我的苹果 文 韩 李在明 图 韩 金贤 翻译 张其慧 肚子饿得咕噜叫的老鼠 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森林里走着 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棵苹果树 哇 看起来好好吃哦 哇 宝贝快看呐 树枝上挂着一颗摇摇欲坠的苹果 又红又大的大红苹果哎 一定很好吃吧 老鼠好想吃苹果 可是树太高了 它根本爬不上去 宝贝开动脑瓜想一想 小老鼠要怎样摘下苹果呢 这时候苹果掉了下来 老鼠开心的拍手叫好 嘿嘿嘿嘿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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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好开心呀 它睁大了眼睛 看着苹果朝自己迎面滚过来 啊 宝贝 你想尝一口打红苹果吗 可是 苹果却继续向前滚 咚的一声掉进了洞里 呀 当红苹果刚从树上掉下来 就掉进洞里了 住下可坏了 老鼠赶紧跑过去 这个洞看起来很深 小老鼠望着洞里的苹果 说 这可怎么办啊 宝贝帮小老鼠想一想 这个苹果要怎么拿出来呢 嗯 小老鼠在干嘛 老鼠想了想 决定在最靠近苹果掉落的地方 挖个洞 嘿嘿嘿 想想甜甜的苹果 能做成美味可口的果酱 还有香喷喷的苹果派 嗯 小老鼠一边挖着洞 一边唱起了小曲 老鼠拼命的挖挖 终于来到苹果掉落的洞里 他急忙寻找苹果 诶 苹果在哪里 洞里什么都没有 我一直努力的挖 又饿又累的老鼠 伤心地哭了 刚刚明明看着苹果掉下来的呀 现在怎么不见了 宝贝 快来帮小老鼠寻找 吃掉苹果的家伙吧 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 老鼠问长颈鹿 诶 是不是长颈鹿呢 长颈鹿整地下头喝着水呢 不是我 你好好想一想 长颈鹿回答 诶 宝贝 想一想 可能是我们的长颈鹿吗 我的脖子虽然很长 可是要把头伸进那么深的洞里 我的腿必须长得很大很大 脖子才能低下来 注意哦 我得先学会劈腿才行 哦 不是我们的长颈鹿哦 会是谁呢 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 老鼠问鳄鱼 呃 不是我 你好好想一想 鳄鱼回答 诶 宝贝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鳄鱼呢 我的嘴巴又大又宽 没办法 神经那么窄的洞里 就算塞得进去 也不能张开嘴巴 咬苹果呀 诶 也不是鳄鱼哦 那是谁呢 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 老鼠问蛇 不是我 不是我 你好好想一想 蛇 爬到老鼠面前回答 嗯 宝贝想一想 会不会是蛇呢 我爬行时喜欢摆动身体 扭啊扭的 那么窄的洞里挪动身体很困难 如果我推下苹果 如果我推下苹果就会变得胖嘟嘟的 根本爬不出来 啊 也不是蛇 也不是蛇 那是谁呢 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 老鼠问长臂园 会是长臂园吗 不是我 你好好想一想 长臂园 掉在树藤上 摇晃着回答 宝贝想一想 会是长臂园吗 我的胳膊 虽然很长 却够不到苹果掉落的地方 如果我的胳膊 长得得拿出苹果 我就得拖着胳膊走路了 哦 看来也不是我们的长臂园哦 它没有那么长的胳膊呢 那会是谁呢 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 老鼠问丹顶 不是我 一好好想一想 丹顶鹤优雅地边走边说 宝贝 想一想 会不会是丹顶鹤呢 我的长嘴巴的确能伸进洞里 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把嘴插进泥土里 去吃脏兮兮的苹果 哦 哦 优雅的丹顶鹤可不会吃脏兮兮的苹果哦 不是丹顶鹤 会是谁呢 到底是谁吃了我的苹果 老鼠 老鼠好想知道答案 这时候有一只小虫慢慢地爬过来 小虫 小虫 你身上怎么有苹果的香味 我是住在苹果里的苹果虫啊 那你为什么在这儿呢 苹果突然冬得一顺掉啦 诶 宝贝 开动脑瓜想一想 是谁吃掉了苹果呢 然后呢 发生了什么事 老鼠问虫子 苹果滚来滚去 最后停在一个 有白色长脚的大嘴怪物面前 我吓得差点昏倒 这个大嘴怪物 往尼坑大步走去 涂装的腿 就像会动的柱子 会是谁吃掉了苹果呢 老鼠照着苹果虫说的线索 闻呀闻 秀啊秀 循着苹果的香味 慢慢前进 会有什么发现呢 结果他找到一头睡得稀里呼噜的大象 一定是大象吃了我的苹果 老鼠 老鼠爬到大象身上 抬起 想想一想 会不会是大象呢 老鼠爬到大象 老鼠爬到洞里 今天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凡事遇到困难 都要多多开动脑瓜 想一想 宝贝 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 你是如何猜出答案的吧 每天 我会给你们带来精心挑选的故事 不想错过更多有趣故事 可以订阅我哦 好